嗯 讓大家覺得很有親切感這樣子 大家好 我是法喬的總院長邱俊彥醫師 眼袋的部分喔 比較年輕的女生大部分我們就內開就可以 把這個脂肪往下鋪開 那這個比較凸的脂肪就會比較平 那眼下淚溝這邊跟蘋果肌的上緣這邊剛好可以得到一個填補 那眼袋往下拉以後臥蠶也會比較明顯 不然連在一起會看起來像一個大眼袋 比較沒有精神 那由於是內開所以我們傷口在裡面 所以外面是完全沒有任何的疤痕跟傷口的 然後我有覺得我的臉越來越凹的感覺 然後還有法令紋的部分也越來越深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怎麼處理 我們臉的膠原蛋白會慢慢的流失 所以我們就會用脂肪稍微補一些回來 像額頭 像太陽穴 像蘋果肌 法令紋 甚至臉頰 形狀上我們可以下巴 也可以做一些微調 甚至嘴唇 甚至鼻子 鼻樑的部分 都可以用一些脂肪做一些微調 我覺得看起來挺有福氣感的 因為之前我很拗 那夫妻公跟這個我原本沒有考慮到 效果會這麼好 我有開幾個部分 有一個是眼睛的部分 那眼睛是內開 傷口在裡面它就沒有影響 對 我覺得這個很誇張 因為我本來做表演的 喜歡跟我們交朋友的就比較多 面相要很豐滿 女生的臉要圓入 我之前也不太細這樣子 但我覺得也不是面相啦 就是看起來討實啦 看起來 讓人家覺得沒有親切感這樣子 因為年紀的關係 女生會越來越凹 然後這邊夫妻公也會凹 臉會凹 然後根據年紀越來越大就變胖 所以我都會說 那你就把胖的地方 躲在臉上就好啦 而且我覺得是不太會痛啦 它完全沒什麼 沒什麼太痛感的問題 不會對生活上都會困擾這樣 因為我本來就是 很多的東西 不管是保養啦 或者是 我之前胸部的手術 又是選擇發敲 那在做這個 拉體蠻線跟鬍子的時候 其實我當然第一個首選 就是選擇發敲 我看醫生的作品好像 就是不會變大起來 它變緊紫了 整個臉變得很圓弱 而且不會過頭 我看了那些作品的好幾個案例 我覺得都真的做很漂亮 然後不會過頭 很像就是 大家好我是法僑醫美診所的總院長邱俊彥 這題指導問主要是用臉部全有凹陷 想要改善臉部的凹陷程度的 想要滿病順一點都可以 就是中大疾病發炎懷孕 或是有癌症的比較不適合 人家會有瘀青腫脹 臉部會有點盲目 就是常見的一個副作用 如果照顧的話 偷菸喝酒會影響指導的窮活率 還有今天也比較好業 那也就是不要禍子 兵服溫敷也盡量要避免 那脂肪充活率 因人而異若不足可以再 兩三個月以後可以再施打 不止的區域不要兵服或是溫敷 那經常術後不要刻意的減重 那體重度有增加 其實對脂肪的充活是會有幫助的 那關於手術方面更多詳細的 討論以資訊都是要跟醫生 確實的溝通討論 然後術後尊照醫生的遺图 確實的固定回診 那如果有需要微調的時候 再跟醫生討論這樣子 已經主要是在治療的話 對於形狀上的不滿意 那一樣有出現性疾患 重大疾病的就不太適合 那一些風險就是說 眼部手術會有感染的可能性 或者是有雙眼皮風險有可能鬆脫 那有些傷口有可能會裂開 這都是可以再處理的 或者是眼則沒有到滿意的程度 這都可以再處理 再微調 那最後就是要避免眼久過量 所以免充足的傷口才會愈合量 那按照醫組服用藥物也比較不會感染 有一個比較注意的提案 提案機是讓我們的黑眼珠 露出往上會增加 然後提案機的時候 會以眼球多數的高度為主 所以有些客人在消長後會覺得 雙眼皮的眼則寬度會不太夠 那沒有關係 那個其實我們再微調一些就好 那如果我們同步把提案機眼珠多數增加 那眼則又增加的話 恢復起閉合不全的現象會比較久 所以我們會以提案機為主 那如果真的不夠 雙眼皮的寬度沒有到需求 我們可以再微調一下就可以了 那另外提案機大家有一個注意的項目就是說 那我們把提案機往上提的時候 那有部分的人充有閉合不全 那這個是常見的現象 然後只要配偶跟醫生的這個部分 回答案會慢慢的恢復 那極少數才需要再經過手術微調 那關於手術方面更多詳細的討論資訊 都是要跟醫生確實的溝通討論 然後訴討的專家醫生的遺囑 確實的固定回診 那如果有需要微調的時候 再跟醫生討論這樣子